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一下 107 学年第 45 到 48 题题组的阅读技巧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明文 为什么要讲说明文呢 因为在阅读测验的题目里面 很多都是说明文的形式 所以我们对于说明文要有些了解 说明文主要的是要给读者一些资讯 是有关什么的资讯呢 通常是一个主题 比如说讲疾病 讲一个事件都可以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West Nile 这个疾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作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 West Nile 这个疾病呢 它是第一段里面介绍这个主题 它用什么方式介绍呢 它可以先给这个疾病的症状跟它传递的方式 然后呢 它在以美国曾经爆发的一个情形来给例子做说明 之后呢 第三段 在探讨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爆发的情况 最后呢 做一个总结 来探讨一下责任归属 所以它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说明希里洛河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当然每个人写文章可能重点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强调 怎么样呢 能够预防这个疾病 不过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怎么样 以说明的方式来写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用这个心灵地图 来分析一下 作者在写这篇文章 他怎么样把他的一些资讯 他的一些想法 把它呈现在每一段里面 很有秩序 很有组织的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知道主题是什么 West Nile 希里洛河病 在第一段里面呢 作者他用介绍这个病 用什么方式介绍呢 他介绍Ways of spreading 怎么样传递的方式 跟什么样 跟这个symptoms 跟病的症状 在第二段里面呢 他提到了在美国2012年 病疾病爆发的时候的一些状况 在第三段里面呢 他提到了说气候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一段 他提到了政府有一些责任 对于这个疾病的爆发 要负一些责任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在每一段里面 作者除了提出这个重点之后呢 他怎么样来补充说明 提供了一些细节 让读者能够更清楚了解 第一段里面 他提到了 What is West Nile? A tropical disease 它是一个热带性的疾病 怎么样传递的呢 OK Begins in birds 在鸟类身上先发病 然后Passes on to mosquitoes 传递给病蚊 蚊虫 然后最后呢 In fact with a bite 用叮咬的方式呢 传递到human beings 人类身上 同时作者呢 也介绍了一下 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 Symptoms 通常呢 大多数人被病蚊叮咬之后呢 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如果有症状的话 都在三到十四天之内发病 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One in five persons suffers fever headaches and body aches usually lasting a week or so 他会有发烧 头痛 身体痛 大约也持续一个礼拜 比较不幸的是 One in a hundred fifty experiences high fever tremors paralysis and coma 150个人里面有一个 会有发高烧 发抖 瘫痪 跟昏迷的情形 比较严重的症状 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weak immune systems might die 老年的人 而且怎么样 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 甚至可能死亡 作者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先介绍了这个West Nile的疾病 接下来呢 他就提到了在2012年在美国疾病爆发的情形 他给了一些细节 我们看一下 哪些细节 这是在美国发生的 particularly bad in Dallas, Texas 在德州的大拉斯特别的严重 有十个人死亡 Killed 10 people Second more than 200 200个人生病了 The city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城市宣布了一个紧急状态 而且政府开始做一件事 做什么呢 Begin aerial spraying of pesticide to kill the mosquitoes 在空中喷洒 杀虫剂来杀死这个病蚊 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这个疾病的爆发的原因了 Extremely mild winter 主要是因为冬天的气候很温和 因为气候温和之后 A lot more mosquitoes than usual to survive 本来在冬天他们会死掉的 结果就存活下来了 而且接下来的夏天 又非常的高温 Unusually high temperatures in that summer 因为高温的缘故 Further increase the number by speeding up their life cycle 因为让他们的生命周期变得快速了 而且变得短了 以至于他们的数目可以大量的增加 The economic crisis 而且还有一些经济危机 因为有经济危机呢 Homeowners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properties 本来有房产的人 他付不起房贷了 就只有怎么样 把他的房产抛弃了 而这些房产里面呢 有一些是有 Swimming pools became mosquito breeding grounds 他们的游泳池也没人管了 所以这些游泳池就变成 病文的滋生地 那最后呢 作者呢 要探讨一下责任归属了 到底谁该负责任 他提出了政府 应该要负一些责任 Governments are capable willing to defend their populations 政府应该是要有能力 而且很愿意去帮助大众 民众来抵抗这样子的疾病 不要让这些疾病被传播开来 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他们可以让这个疾病传播的速度比较慢 可以用怎么样 去检查这些死去的鸟 看他们体内的病文的存在的情况 或者是setting mosquito traps 设置一些捕蚊虫的一些陷阱 一些机制 最后作者提出来了 他说 As much related to government in action as much as climate 这个疾病的爆发 跟气候有关 同时也跟政府的无作为有关 而且是两个as much as 是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分量是一样重的 作者用这个方式提出来了 他的一些看法 然后用这个方式把这篇文章结束 所以我们对于用这篇文章 来了解了一下说明文的写法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